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以前在军方应该有蛮多配合 会刊或等等的嘛 对对对 有可能收到公文假装没看到 大家都不去吗 这不是太扯了吗 这就是我跟你讲 我以前在军中 因为我们军中的围墙 以前是老旧的篱笆 后来我们申请的预算 要建那种钢筋水泥 要挖基做的围墙 你知道我们要始造建造 我们要先做一件事 要申请建建 什么叫建建呢 那个土地要用雷射去打 然后经过第三方来公正 这个土地的确是属于我们金方的 如果你占到国有 军有地跟国有地不一样 我跟你讲 你占到也会被法办哦 因为你的国有地 如果跟河川用地交界 你把军事的围墙盖在河川用地上 多一公分都不行 不行 要用雷射来打 要用雷射建戒 第三方建戒 而且那要钱的哦 那个建戒不是免费哦 要花钱还蛮贵的 建戒完毕之后第三方 建戒完毕我才可以开工 因为我要挖基做 那如果不小心弄到国有用地 或者河川保护地上 我们当主官要被起诉的 真的假的 真的会被起诉啊 所以我们一定花钱去找人家建戒 为什么 如果真的弄到河川用地 建戒公司你要负责 对嘛 反正他说了算 所以说建设公司 或者是盖这个围墙 或是盖房子的公司 你没有经过第三方的公正建戒 他不敢盖房子 对 因为他会犯法 除非业主姓言 哎呀 其实姓言的无罪 所以姓言比当国君还大为 国君没有那么大 比将军还大为 你知道国君没有那么大 因为他说国君都没有灵魂 对对对 没有灵魂 那多少弟兄出来骂你知道吗 对 他说将军啊 你是以前我的旅长 你是我的连长 你怎么没有灵魂呢 我说被他讲完之后 等下请他们传过来的时候 我来念 你知道当天晚上我多害怕 你知道吗 我当天晚上多害怕 我走出来之后 你就发现我头有点昏昏的 没有灵魂 我好像被灵魂被抽走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 后来还好定住了 所以卢市长 我常常讲一件事 以前团军中 最怕遇到那种很昏庸的长官 我们当过参谋 我们只要作战的时候 如果右攻或是双面攻击 突穿正面攻击等等 那长官就很精准说 好我们采取正面攻击 跟敌人决战 这很精准嘛 可是有种长官不是你知道 中间偏右 那是怎样搞不清楚 中间偏右还算英明的长官 还算英明的 曾有个长官你知道 我们做完参谋会报之后 他怎么讲你知道 他说很好就这么干了 这个厉害就跟龚吻回签知悉 对 知悉是要还不要不知道 我们建议了三个案 他说很好就这么干了 报告请问哪个案 都好这不见鬼了吗 所以卢市长 就是现在干这种事情 猜不猜 支持他跟他同台 又要让他喊动算 他就讲说好就这么干了 就这样子而已 那你想想看 这要怎么办 不违与迟疑 足以县部队为为王 这是最烂的指挥官 所以卢秀燕市长 你的民调怎么会不摔 你的民调怎么会不掉 所以我才在讲 为什么我对贵党有一些建议 让我们转的很快 中立客观起来 对我对贵党要有一个很大建议 你不要为了一个中二选区 然后失掉了整个台中市 对 那未来你掉了以后 你不要认为说 我一定可以连任 林嘉隆不是四年就被你 被你给换掉 你不要再接卓冠庭的窗疤了 所以我讲啊 冠庭如果一定会当八年 冠庭现在不会坐在这边 派在当局长 所以我跟你讲 不要认为你很稳 当你的施政满意度 对你的偏袒度 你执行公权力的程度 因为像讲台中人是愿意给 新的市长机会 但是如果没做好台中人 也是会很不留情的 把你机会收回来 当然把你换掉 因为你没有办法伸张正义 你没有办法帮我们台中市民 顾得我们应有的权益 所以卢市长千万不要 因为这样输掉了2022选举 我也要跟朱主席讲 贵党打下六都都很难 不要没有光复另外两都 又掉了一都 那我觉得这样子朱主席 你的2024的路会有一点坎 一点坎坷 一点点 因为他不会下台的 好没问题 看来余将军还没有完全摆脱 国民党的包裹 我还是很忠诚 我们静待他两个月之后 看会怎么讲 因为余将军其实这份报告 其实是台中市政府 因为当时他们开公厅会 有很多民众不知道是怎样 就是也要设这个站 那台中市政府 真的有做出评估 因为民众的声音要听嘛 结果发现很清楚嘛 你的正英站只有800多人在坐公车 其他两站静营跟宏光 一个是3000人 一个是1600 明显运量比较需要嘛 可是你看他最后评估 结论哦 结论导播我们再大点 经综合分析 正英路增设捷运站距离B3 就是前一站只有900公尺 一缩 越后来更近 变700多公尺 路途小于四郊合一 占据的1000到2000公尺 就是一公里到两公里之间 这个距离才是设捷运站 比较合理的 然后呢 正英路口周边啊 人口也比较少 而且呢 B部分呢 与B3站重叠 然后呢 如果要盖的话呢 要增加成本是11.9亿 还有呢 30年期的维护成本是21.35亿 等于是 花30亿做这件事情 那你刚说 你500障碍跑 现在可以4分钟 年轻的时候2分半 那你这1分钟 你就跑完了啊 对 徒手的话1分50秒就跑到 那真的没有什么需要吧 而且我跟你讲 什么叫捷运 捷运就是快 方便 你的站越多越慢 对 所以说站与站之间 大概在台北市都是1000公尺到1500左右 然后站站之间它有设U-Bine 骑车道 对不对 或是走路步行5分钟之内到 这都是合理的设置 那有没有在800公尺里面设置的捷运站 有 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是大多数人聚集的地方 对 而且上面的这些交通比较混乱 所以说是大都会行的那个交通辅达路口 要过很多个红绿灯 很多的马路 所以透过捷运来减低这些路口的拥塞 对 这是整个都会运输计划的整个核心点 对 800人怎么算 我跟你讲 捷运从早上6点钟开始发车 到晚上12点超过12个小时 800个人 对 那800个人 再除以2 它是双向哦 包含来跟去 就400 400再除上一个小时6班 10分钟一班嘛 对 一小时6班 那你再算看看 他一班车能够载多少人 有的时候剩下魂在走而已啦 对 剩下就是于将军的魂出窍在走而已 没有人在走啊 那你看11亿是吧 11亿 他后续维护要20几亿 11亿干什么不好 那个工作站插手扶梯 拖地的 看东西的 弄门票的 可能都比近站的旅客要多 对 这种站是要干嘛 要做什么的 国家的钱很多 台湾很有钱 不是这样浪费的 我跟你讲 真的要把关 不是帮某人量身定制 做他家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市长啊 台中市政府的工作团队啊 名指名高啊 真的要小心一点啊 对 给了